运用快速选取工具来选取黄色小鸭 来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这黄色小鸭,我们要来做选取 那这个是最常使用,但我在讲面,它不是最好 你这样拖一下去 先做什么 取消,再看一下,从上面选 选取很快,对不对 那其实很快并没有很棒喔 来 眼睛漏掉了 画一下 确定整个轮廓都选到 编辑的拷贝跟编辑的贴上 就到这里来 Ctrl J 就再加一份 那其实我们把眼睛关掉,我再加个涂层喔,我再加一个 这里 右下角第二颗 点起来的时候 我给它一个背景色啦,这眼睛先关掉,这里现在是空白喔 对不对 那 编辑的 选取全部 然后再来编辑做什么 填满 我给它填一个 这个颜色 我先把这前景先改一下,点这里 我现在把它改成绿色了 什么颜色都可以,我想让它醒目一点就对了 好绿色喔 绿色,接下来这时候再来 编辑的 填满 那填满的时候这边可以指定前景色,这个就叫做前景色,这个叫背景色 不够深,我们再深一点好了啦 换个蓝色好了 深蓝色 再填一次 编辑的 填满 这时候填 前景色 就是这个 那这边键头点下去呢 有白色跟黑色啦 我们填顶色 填一下来看一下效果 先取消一下选取吧 现在是66.7%喔 我们把它检视切换到 百分之 实际像素 Ctrl键加1就100% 你仔细看旁边其实很难看 没有你想的选的那么漂亮喔 你看见吗 快速选取工具看起来是不错,可是旁边这样选起来 真的有点 不甚好看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来,我们把这三线删掉,这眼睛关掉 这不要了,删掉 再一次喔 怎么看不见,因为你把眼睛关掉 再来一次,Ctrl-C,缩小一点 使用快速选取工具,再拉一次 就是因为旁边不够干净,所以才有这个来帮忙 你看见吗 调整边缘 调整边缘的时候,在这里真的看,我觉得眼睛看也不太清楚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看 你这样就是到旁边,为什么它会那么难看 这里 看懂吗 黑白的地方 那接下来,我们就可以开始调,看要调整怎样 我希望,哎呦,这样半径,这样不合适 鱼画这个周围 喔,像这样 你看它旁边干净很多了 色的平滑 啊,平滑可以在这里调喔,你有看到吗 除了拉这个,我说拉这个有点难,直接在这里就好了 滑雪棒移到这里来,直接拖曳 原来是这样,往右边拖,平滑希望周围干净一点点 再来点确定 OK吗 这次呢,一样喔 那其实你仔细看一下,这地方有点小问题 它多了一点点 要不要去掉,我们待会再说吧 Ctrl-C,还有印象吗 好 把这关掉,把这往上抬 黑白 往上提 眼睛打开 这次的周围,你不觉得好很多了吗 就不会像刚刚 一看,我就可以看到周围选取的细致度是怎样 那透过这个来做调整 好,这个先试一下 好